老妇人表情惊恐在大街上奔逃 不时转头看后方 仔细看他满脸鲜血一路哀嚎 因为凶贤拿着菜刀紧追不放 父亲住户撒坏了 急忙跑到马路上求救 同时报警处理 不敢相信心胸的人竟然是妇人的儿子 还不止追砍老母亲就连姐姐也遭殃 仔细看手里拿着菜刀的男子 看见妈妈被他砍得血流不止 竟然还凶神扼煞拳打脚踢 插点命丧街头 这起凶杀案发生在三号下午四点多 47岁的嫌犯回到住处 像妈妈跟姐姐说想要喝咖啡 没想到过没多久 却突然拿菜刀追砍两人 76岁的老母亲身上多处撕裂伤 因为失血过多一度命危 而49岁的姐姐同样重伤急诊 情绪失控然后持菜刀 砍伤了她的母亲及她的姐姐 那她的母亲及姐姐被砍伤之后 就马上逃离家中 到了大概一百公尺外的邻居家 请邻居来报案 警方到场将嫌犯制服逮捕 原来她情势控管不佳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平常跟哥哥住在一起都没有异状 没想到却因为戏故突然抓狂 差点砍死妈妈跟姐姐 记者彰化综合报道